1980年德州的一起案件震惊了整个美国 旺达饰演的家庭主妇坎蒂足足砍了41夫 将女邻居坎得面目全非 今天是坎蒂的第一次开庭审判 为了摆脱自己身上的杀人嫌疑 坎蒂听从了律师堂的建议 改变了发型和服饰 将自己打造成为了一名充满善意的家庭主妇 临走前还嘱咐丈夫不要让孩子们看电视新闻 防止自己的事情给他们带来影响 对于一个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恶性事件的平淡小镇来说 今天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人们排队等待着入场 盛况堪比演唱会 莱恩法官也把审判地点改为了小镇的旧法院 因为这里可以容纳更多人 当坎蒂的车来到法院门口 苦等已久的记者们纷纷围了上来 坎蒂连忙把烟掐了戴上一副金丝边眼镜 在检方向陪审团陈述完证词之后 轮到唐辩护时竟然直接承认了 在1980年6月13日周五这天 坎蒂用一把斧头杀死了背底 检方和所有陪审员都惊呆了 可唐接着说坎蒂这么做的原因 完全是出于正当防卫 之前没和媒体公开过案件细节 将会有现场唯一活下的人坎蒂亲口讲述 走出法院的唐道之所有媒体 真相有时候是很惊人的 希望那些对案件先入为主的人们 最好有些心理准备 随后他走到教会牧师罗恩的面前 让他认真想想坎蒂平时在教会的言行 他的证词对坎蒂来说非常重要 坎蒂回家后看到丈夫以及孩子们 在吃饭时全都沉默不语 享用即将到来的万圣节 缓解这种尴尬的气氛 女儿突然说起他的同学 想扮演拿着斧头的坎蒂 但他的父母不允许 现场空气宁静了下来 坎蒂告诉女儿吃饭的时候 不适合谈这个 很快到达了第二次庭审的时间 艾伦作为检方证人来到现场 回答了检方律师 关于妻子遇害当天的一些细节 提到那晚他得知妻子死后 曾给坎蒂打去电话拜托他照顾女儿 当时坎蒂并没有告诉他 自己因自卫杀掉了贝蒂 轮到唐出场辩护时 他询问起艾伦当天早上 离开是贝蒂的精神状态 艾伦照实说每次他出差 妻子都很焦虑 当天还问他会不会又怀孕了 接着唐问起贝蒂的病史 贝蒂曾在产后患上了抑郁症 而案发当天之前 贝蒂和坎蒂的关系可谓是极好的 艾伦回归家庭后和坎蒂并不怎么联系 于是排除了坎蒂为上尉 才杀掉贝蒂的可能 而杀掉贝蒂的那把斧头 是在家里的车库里 只有自己和妻子知道斧头的位置 这无疑验证坎蒂不是蓄意谋杀 而是正当防卫的说法 庭审结束贝蒂的父亲 骂艾伦干脆去当辩方证人算了 自己的女儿遭人残忍砍杀 艾伦没有露出一丝悲伤的表情 反而为凶手开脱辩护 接下来的几天依旧是传唤证人 进行案件陈述 报警的两位邻居讲述了现场的惨状 而坎蒂女儿老师也回忆 他那天来学校接女儿放学的一幕 看起来和往常并没什么变化 众人叙述声中堂发现坎蒂目光呆滞 结束后才得知坎蒂为了缓解自己的紧张 服用了一些镇定要紧 堂告诉他不能像那样面无表情坐在椅子上 会让陪审团认为他没有任何悔过之意 换来的结果就是住进监牢 夜晚坎蒂和丈夫聊起了得知自己是杀人凶手后 他的第一反应是幸好死的不是妻子 因为贝蒂的个头比妻子要大很多 听到此话之后 坎蒂开始后悔自己有幸福美满的家庭 却想要更多 第三轮庭审出席的是负责调查此案的警探 现场的血腥场面他们也从没见过 而各项证据都指向了坎蒂 面对不利的证词 唐的反击也很犀利 根据警探多年办案的经验 现场留下大量的血迹还有毛发 甚至还有坎蒂断掉的脚趾甲 门口还停着他的车 如果坎蒂蓄意谋杀贝蒂 怎么可能会选择如此笨拙的凶器 以及遗留下如此拙劣的作案现场 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法医证词 唐知道唯一无法解释的是 坎蒂砍了贝蒂四十多幅 怎么说这行为都不是正当防卫能做出来的 第二天法医做上了证人席 向在场的所有人陈述贝蒂身上的伤口 死者身上挤出非防御性的伤痕位置 证明凶手在死者无法抵抗的情况下 依然继续猛砍死者 有处伤害甚至是斧头卡在了死者的头骨里 而凶手抽出斧头后继续砍了几下 足以证明凶手的血腥残忍 唐单紧询问法医是否能够证明两人是谁先动手 法医表示自己不能进行判断 得到确定的答案之后 唐表示辩方已经询问完毕 不料法官看时间还早 提前要求辩方的守卫证人上台 唐看到坎蒂的神情明白他还是吃了镇定的药 于是想要和法官协商将时间延期到明天 可法官却当场拒绝了他的请求 表示只能给他十分钟时间 可要的让自己平静的坎蒂能否为自己辩护成功呢 下一集我们大结局见分晓